現在我們這個叫做RGB LINK MINI MINI PRO 它是可以去背的 可以4K輸入 那我們接這裡叫做USB輸出 Streaming 這裡是行動碟 買64G的EFX格式化 那這個其他的先不用接 那我們有需要接手機的人就買這個 340 那這不能充電 你可以買HUB HUB可以充電 那這樣子直接給它用 可以用兩個半小時 然後我們這邊測下來 1號線路測下來之後 我們就導到1號機這邊 訊號就會進來 2號機線路導到這邊 2號機2對2 這樣就接好了 訊號就進來 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 綠色就是Standby 紅色就是正在播出 切過去 綠色就亮了 然後這個 接下來這個我們就把它 測掉了 1號機2我們就測掉了 那測掉之後呢 我們就把電力 把這個訊號 改成這裡 改成這個叫做 USB-A轉Type-C 那麼很快就看到 Communify告訴你 我要RGB-Link USB-Capture 是的 我就把我們的Capture 這個叫出來 好 順利的就是把它給叫出來了 好 叫出來了 就在這個位置 那有了這個畫面呢 我們就是 可以進行直播 導播 上字幕上Logo 在左下角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利用這個設備 進行字幕畫面安排 畫中畫 然後布局 你打算 最常用的塞白塞 好 確認好之後 我們調整畫面 也不調了 就塞白塞了 好 這樣子 塞白塞 好 就出去了 塞白塞 那我讓你們看更仔細 把畫面定位較準一點 那各位注意 這個有效距離呢 就是對焦的有效距離 通常在1公尺左右 1公尺以內 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能錄音輪的太多 好 那2我也對焦一下 好這樣就好了 好了之後看這邊 我們進去這裡 到場景 把它做一個儲存 以後呢 你只要叫 在這裡 叫1號場景 就是這個畫面 就不用每次做那麼多動作 再舉個例子來說 我2號場景呢 我改成2號場景 我要這樣做 我要做PTZ 畫中畫 打開 布局 做這種左下角畫面的 好 那麼這樣就好了 各位看這裡的變化 切過去 左下角 好 子母畫面 左下角 好 上 下 抱歉 2 1 它變成是 同一個的畫面 這就要 再重新進行過 好 這邊選擇 PTZ 畫中畫 然後 畫面調整 那麼 我們選擇 B A 這就是 BA指定 你的 子母畫面 這樣就分開了 那你如果說 需要看到整個操作的這個介面 你可以把它這個叫做 Output HDMI 這裡 HDMI這邊 HDMI這邊呢 我們接到那個電視上 就會有 MatiView 或者是 Poggram畫面 以上呢 這個就是 EFP2 RGB Link Mini 40A KC20 的一個架構 那麼這個架構 我們注意線頭 好 線頭的接法 各位看一下 綠 白 再來這邊 白 綠 白綠 好 那麼 接到HUB 那麼 這些技術工作就完成了 好 我們 拍張照片 等我拍自己 好 拍張照片 好 以上這個 整個 6.8全球通系統 介紹給大家 謝謝